太极拳 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历经百年代代相传 开支散业流传于世 志曼清宗师 1949年 在台北市中山堂顶楼招生授课 教授太极拳 同时定名为石中太极拳社 以弘扬太极拳强身 他那个时候呢 不遗余力地在推广太极拳 他说善与人同 打尖天下 那好的事情 好的事物 不但是我知道 我会 我也要让我周遭的人都会 这个确实的中华民都自保 对健康的藏着 太有帮助 所以我现在把 我的老师 郑白秦大师 一命交给我这宣言的事情 我奉献给世伪大众 有生思念我都要奉献下去 大优传 大学区教书啊 二十四岁 因其艺文才华 获得蔡元培先生赞赏 聘任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国画系主任 兼任济南大学教授 而后与黄冰宏 创办中国文艺学院 担任副院长 受学期间因体弱 曾拜晚中九代名医 宋有安为师 后成为国医胜手 并当选为全国中医工会理事长 他因为教书 因为学医 他想我并看不好 我去学医 懂得拜一个安徽 有一个名医 学医他也是很聪明 看了很多艺术 医道也懂了很多 二十七岁在上海 从宗师杨成甫学权 当时杨夫人重病卧床 群医束手无策 因郑先生细心诊治 忠告全日 杨成甫大师感恩于他 将权、剑等药诀 悉心传授 因此郑孟卿学得杨氏太极拳精髓 成为一代宗师 这个杨征仆大师的夫人 杨太师母 病很伟重 也很严重 也请不断那么医生来看 他就用中医的方法给他看 他都反正把杨征仆太师母 把他看好了 所以杨大师、杨太师也很感激他 所以把权借种种方法 细心地传授给他 表示很感谢他 把他救回来 所以他成为他下面的最重要的弟子职业 从此以后 他就把太子决 有吃好病例以后 别的有健康 有健康以后 别的有功夫 这曼清宗师文物双全 对诗、书、画、依、权 都有极高造诣 事称舞绝 近年来 世界各地极为风行的 正子三十七世简易太极拳 是郑曼清大师 于1938年 任湖南省国术馆馆长时所创 为因应当时环境进步 因时质疑之需要 使全民皆易于学习 故从所学的杨式传统拳架中 截取精华简化而成 便于推广 他认为 杨家太太太就原来有100度动 要学会这一套 比非要花大把很长的时间不可 三两三个人都不可能的了 所以他要把它融缩 把重复的拿了 把好的需要都留下来 虚极重复了 究竟精华 他要同样的练 容易学 容易得到 融缩了以后 他认为 把给他老师的权很不礼貌 反正我们传统的习惯了 所以他请教他的大师兄 他的大师兄也是请教的举人 叫曾威明 这是有很多学问的 曾威明不但很赞争他 而且给他写了序文 展访他精解 所以我来给我三十七十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学了些政治 他都完全是杨家的权 因为政治太极权 也源出于杨氏太极权 现在的人比较忙碌 结果经由郑大师 把他三繁就俭 汲取精华 所以演变成我们目前的 政治太极权三十七十 1949年 郑先生来台 应当时台北市长游弥坚之邀 在台北市中山堂顶楼招生授课 教授太极权 同时定名为石中太极权社 以弘扬太极权强身 游弥坚指导 郑万青在抗争时候 在重庆已经 跟外国人 他也说 把外国人打得很臣 不得功夫好 也是医生 也是学者 很了不起 直到郑万青到台湾以后 希望他这个了不起的拳击 能留意到在台湾发给 于是 他就去找到郑万青老师了 希望他在台湾开个班 那个时候 民国三十八年冬天 那么在我的新生报上 看到这个消息 那个时候 我就那个时候就成家 那么那个时候 中山堂顶上 中山堂是市政府的 政府的方式 有市政府的同意 中山堂顶上 就掂扮政治太极权 时中之命名 乃取自中庸君子时中 不偏不倚 以此勉力门人 并造福盛会 从此开台湾太极权之先河 一九六四年 郑先生旅美期间 开班教授太极权 并应邀赴各地口传新寿 热心推介中华文化艺术 由此辗转广传欧美各地 这次太极权得以遍及世界 那个时候就是 美国也成了 这留意有一个 始中太极权学士 我们这个名称 叫始中太极权 始阶就是 中阶的中 始中 这个是中中理 中之始中 这个人是一个中道 叫中顶 什么东西叫中的 中国文化就是讲中的 所以他中英里面叫始中 我们叫始中太极权学士 为什么叫学人 太极权有很多学问 那个时候把书书画全一 他都会的 或者纽约比始中太极权 所以纽约也成了一个 始中在瓦伦江 有一个太极权学士 他也没教权 也没教书 也没教学问 从有外国人 中国的很多人学了以后 慢慢慢慢绝不把他的文化权益 向西方各国抬转开去 所以现在的欧美国家 都未有政治太极权 德国法国 意大利亚 这个 城市与南亚 澳洲纽西兰 由于他的一个信心之苦 了源起来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政治太极权 就现在其实几乎全世界都在文化权益 所以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政治太极权的向往 你可以想见这个政治太极权的内涵 以及我们郑宗师的著作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 1975年 郑大师在台北辞世 门下弟子秉承宗师 善与人同 达兼天下之理念 延续时中学社 推广宗师之权益 于1983年 在台北市仁爱国小 开办政治太极权研究班第一期 后因学员扩增 牵制五常国中至今 因为人爱国小长地不够大 这个学员越来越多啊 这个我们所以也别地方 所以借到那个五常国中 在明镇东罗有一个五常国中 国民中学 取得他们学校的同意 每个星期天他们放假的时候 做给我们来试用 后来五常国中人员越来越多了 代表他隔壁还有个五常国小 我们也跟他做下来 1993年 成立社团法人政治太极权研究会 举办国内外研习教学 培养师资 参与表演比赛交流等事宜 推广要有一个组织 一个架构来把它逐步的完成 然后就由我们徐宇宗社长这边 就向内政部提出申请 人民团体的登记 正式命名为政治太极权研究会 在筹备期间 也经得太极权同道各方的协助 然后成立完成以后 就开始在台北 首先是台北开始推广招生 结果获得社会大众的回响 我们晓得台北市是一个首善之都 那么他的外来人口特别多 所以我们一招生的时候 这个几乎都满了 都满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从基础班 进修班 研究班 就一直开到最后了 到现在目前在我们这个训练班里面 就是经由政治太极权研究会 开班训练的这些学生 现在已经遍及国内外 郑大师生前作画书斋 现今更改为郑安清纪念馆 集会局所在 我郑大师登到他那个90岁的时候 我成了一个纪念馆 这个房子郑大师已经是住在那个地方 他的老卧了 他端年在里面 做这个画过画了 住过家的时候 房子这些小横路 我把它整整整下来 纪念馆经过整修了以后 郑大师生命的遗作 书 书 书 画 全 等一 等一 这个又一座在里面整来 这些小横路 都不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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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书 汪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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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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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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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师贡献社会人群绝功至伟 善与人同的伟大情操缅怀在心 其以发扬身具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子太极拳为致 造福社会 慰藉人群 达尖天下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我们曾曼清宗师的一句话 他那个时候不遗余力地在推广太极拳 他说 善与人同 达尖天下 那好多事情 好多事物 不但是我知道 我会 我也要让我周遭的人都会 那周遭的人还不够 达尖天下 就有点类似我们孙中山先生讲的 《世界大同》的含义是一样的 不再给我们国内就能把全人都享受这碗福穷勤的财富 人生地享受 人生地得到 希望人生地够传扬 把我们中华民的国者能够发扬广大 沉默到全世界去 有生之年 我都要奉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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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明白你做motor吗 最后美联盛的方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